就是那个 啊 那个 您说话吗 哈喽 我是小红柿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南京 亚洲最大的宠物乐园 逛一逛 看一看 录一录别人家的狗 走吧 到了 这个就是那个宠物乐园 逛一逛 好小一只 他的爪子都是粉色的 好可爱 磨牙器吗 没有经验我不懂 嗨 一烧化磨牙肉排 磨牙用的 那我现在啃 我都啃不动这个 我们去二楼吧 看看狗狗 我的妈呀 这么多狗 磨牙器 磨牙器吗 好高冷 根本不理我 磨牙器吗 磨牙器吗 哎 跑我出来了 啊 谢谢 好乖啊 不想撒走了 想把它带走 现在我还没办法养宠物 是因为 第一点呢 是因为我 我这拍戏的工作原因 就没办法照顾它 就是因为宠物得陪伴嘛 然后 你得每天都去遛它 每天要照顾它 然后第二点呢 是因为 我还没有下进去的决心 要养一只宠物 因为 可能宠物对于你来说 像是个家人 像是一个陪伴的伴侣 但是 你对宠物来说 就是它的一切 它的全部 所以 我甚至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以后吧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肯定会养的 嗯 是吧 小金毛 嗯 小金毛 是怎么抱的应该 狗狗 这样就可以 哦 这样就可以 拜拜 走吧 我们去 我们去三楼看看 你看 哈士奇 那还是一只大的 哈士奇 在里面烤的 二哈 哇 啥不舒服 嗯 对 那只 那只狗狗 剪的 还挺时尚 好白啊 你看看 就那个 啊 那个那个 嗨 叫我一个 嗨 嗨 啊 好多好漂亮 你看 您说话吗 哇塞 哇塞 这么大一个虫了 原一共它有五层楼 以后看样子要多看一看小红书 然后可以在小红书上面找到各式各样的这种玩的也好 吃的也好用的也好的一些攻略 各位同学们呢也可以经常来我的小红书看一看 我会不定不定期的开心 对不起 对不起 舌头啊 不定期的发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好人的东西 嗯 这期小红书就这样吧 拜拜 小红书 好 太过了 对不起 小红书